最近用装过煤油化工品之类的油罐车去运用 运送食用油的事情 之前被炒得挺厉害 网上有种说法就是说 这是境外势力在为了摧毁中国的食品安全 不是食品安全 摧毁中国的粮食战略储备安全 而去进行的阴谋事件 对这种人呢 我只想说你是 为了你家主子是鞠躬尽脆 喝毒油喝到死吧 我只能说大家各自尊重各自的 各自的命运吧 这个物尽天则逝者生存 你喝不喝是你的事情 我反正是我不喝 我不用中国的油 当然我人在国外 我也不可能涉及到吃中国的油的问题 就算是进口到美国的食用油 中国进口到美国食用油 也是有严格把关的吧 相对的严格 实际上我还是尽量避免从中国进口到美国 那我来看就是到底是吃什么油健康吗 现在有两种人吧 一种人是从还是从国内去获取 他就是这种人分两种 一种他们有自己上网买一千多块钱一个炸油机的 还有的去农村去找人 找人买自己炸的油 这种油都有一个问题 首先就是说 你自己炸的油的话 你的机器 因为你不是一直在用这个机器 所以你的机器的话 这个机器它不一直用它上面残留的油 如果你洗不干净的话 它会发霉的 那到时候有黄曲霉素超标什么的之类的 还有你用了大豆黄曲霉素超标 你都不知道的 所以你这种油你到底质量 质量怎样 到底治不治癌 是不是比那个炸了没油的食用油更加危险 这种东西全凭老乡们是否 是否有良心吧 只能这么说 就算是老乡去真的有良心 他可能他也不注意一些东西 你像国内那种油厂那种小作坊 所谓农村小作坊油厂 它那个设备 什么程度 多长时间一起 根本不知道 那有没有洗怎么洗的 用什么洗的 你怎么可能知道 他自己他吃的时候 他可能他自己 这个小作坊的老板 他吃的油 他都不觉得有问题 但实际上他就是 做东西就是没有洗干净 其次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有些 有些人吃是菜籽油 菜籽油不是那么轻易 你就可以吃的 菜籽油实际上有芥酸 芥酸这个东西 就是说超标是对身体有害的 具体有害什么 什么状态有害 这个反而没有进行过 进行一个实验吧 整个人说 那这个菜籽油 大约在1960年代 动物实验显示 芥酸对小鼠心脏有害 因此国际上进行传统菜籽油 一般芥酸含量大于40% 现在国内的这种菜籽油 你说他用的这种 这种芥花 就是油菜籽 你知道他这个油菜籽 到底符不符合这个使用要求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是后来加拿大那边 1976年 加拿大才去通过杂交选域 才得到了这种低阶酸的油菜 但是你很难说中国的油菜 到底用不是用的 是不是这种低阶酸的油菜 你上哪知道 对不对 很多有时候那种农村 他们有些那种 相对比较落后的那种农村 他们所谓的用那种菜籽 那种油菜 都是相当于从祖辈一带一带 传下来的一样 他却不断的去 祖辈一带传下去 他不是从正规渠道去购买 这种转据 能去低阶酸的菜籽 所以我觉得你去买农村 去买油的时候 还是要考虑考虑吧 其次一种就是说去买进口油 这个时候还是我比较推荐的 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一直吃的是 从天猫上买的这种原装军口的 橄榄油 actro virgin 橄榄油 这是我之前 之前买的油吗 当时是180一瓶 一瓶三三升 现在涨价涨到200块的 毕竟最近需求量那么大 它的涨价我觉得 不能愿意商家涨价 这个真的是需要的东西 真的是就是说 怎么说供需的问题去价格给提高了吗 反正这个是原装进口吗 你看是不是原装进口 就是首先看 你看到包装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那如果原装进口 它整个包装应该都不是中文的 然后它会有一个很小的标签 有时候会有很小标签 贴在这个侧面的位置 然后去告诉你 就是说它成分表 所以你要买油的话 一定要买原装进口 否则它有时候买的那种 是进口的时候是 油进口到国内 然后再包装 在国内的运输过程中 又涉及到这个油罐车的问题 又油罐车污染 当然我跟它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 我这个只是我之前买的就是这家 你不要不要说听我的一定要买这家 这是我跟它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我不是推荐它这个商店 还有的话就是说店比较靠谱的山姆 之前有在山姆 我那一般是在山姆买进口牛奶 当时就是牛奶 因为国内的三女行案事情 实际上到最后 那三女行案 还有之前大头娃娃的事情 到最后负责人也没有什么乘除什么 就倒闭了一家厂家 但是你真正 你真正就那么多责任人 然后各种各机关什么东西 一点消息都没有 根本就没有什么处理 你到最后 你它的牛奶质量还是很烂 该烂还是烂 这东西反而是 就是说为了安全 还是尽量买进口 有能力就买进口 像这种油的话 三升的话 我一般用个几个月 我也记不住了 但是你这个平均下来 每天其实没有几个钱 为了家人健康 尽量少用国产 用国产天天说不定哪天 油也 你也摻的 不知道摻了多少汽油 你说你家吃油 是92的还是95的 再有一点就是说 在国内一定要注意外卖 还有那种食堂 尤其学校食堂 那种食堂 机关食堂说不定会好一件 好一件 但是你学校食堂那种东西 你就不要吃了 像学校食堂 还有那种预制菜 包括外卖 其实很多都是预制菜 那种东西 你买到一家 他所用的油吗 大部分都是从 从从 是油厂直接用油罐 油罐车运出过来 他不是那种 我们那种在商店里买一种小包 所以那种 就是说 食堂 学校食堂 还有预制菜 外卖的东西 他的油 基本上百分之百是用油罐车运过的 这油罐车 基本上百分之百运过 没有运过 运过各种荒用品 那没有 其实没有汽油算是小事了 你担心他一旦运过本 运过本分什么的 那种东西 那就是 纯纯的致癌 至少汽油的话里面 塑素还是相当的小一点点 比那个小小很多应该是 好背后就放了炒股炒股软件 因为我自己专制炒股 我在后面拍的 我还是一直盯着看 这个大家不要不要去管 反正国内除了油牛奶 一定要进口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是水 这种东西都是国内钱规则 大家都很清楚 有些里面东西 国内的水很脏很脏 你去 你不信的话 你自己去买个过滤的 那种水龙头 那种过滤的过滤滤芯 实际上我在网上买的那种 是九阳的一个滤芯吧 然后就是说 我用不到一个月 我那个滤芯就直接堵住了 被买 被四台石里面那种脏东西 就直接给堵上了 所以你科养儿子里面 到底有多少脏东西啊 那我再打开一下这个东西 看看还有没有个购物记录 然后找到了 可能我当时买的 我还经常经常买 买它滤芯嘛 这种是像那种王思松那种 天天直接从国外进口瓶装 饮用水 然后去用它来炒菜 炒菜和喝水 这个成本有点就是太高了 是受不了 但你家里装个净水器 装那种过滤滤芯的净水器 好点滤芯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吧 反正就是别喝别乱喝 国内的自来别的事 你按道理说自来水的要求 应该是可以指引的 才能叫自来水 中国的不叫自来水 那就是水 看我之前还有什么东西 为了躲避国内的毒害 对 衣服这种东西 衣服里面甲醛 走不了 对了 我当时还在国内 还买了 买了自己剪头发的东西 因为在外面你剪头发 理发店 它剃刀 每个客人剪完以后 下个客人就直接用 他根本没有去换 没有去洗 你前个人头上的什么 真菌感染 什么细菌感染 全传给你了 你要抵抗力不好的话 立马就会被感染 好了就这么胡乱 讲这些东西吧 进口货吧 你看我买车 也绝对不能买华为 买车 之前对还有 之前那个鲁花 鲁花说他自己从来没有用油罐车 用别人的油罐车都是自己的 后来被人查出来 后来反正国外他们翻记录翻出来 鲁花曾经表明确表示自己没有油罐车 都是使用物流公司的油罐车 这样为了节省成本 否则的话 他的油罐车 他发出油罐车送货 送货回来只能是回来以后就是空城 是空的回程的话油罐车是空的 所以他通过用物流公司这样来回都是满的 物流公司来回都是满的 所以他可以省害这样一半的成本 所以你不要听他瞎说 他自己说没有什么油罐车 没有什么用别人的油罐车 都是用自己的油罐车 都是扯淡的 具体这件事倒是怎么处理 反正是中良那帮人肯定是 你谁都管不着他们 你这帮人他支柱机构国务院的 你上面随便一个小领导 背后都滑几个大靠山 你谁能动得了他 没什么要说 在国内的国内还有一个声称就是中药 中药不能吃 你以为就你家会拿点草药去晒干 不够磨磨磨 然后煮个汤水 然后给你去当药 骗你说这是药 欧洲什么非洲什么都有 但只有非洲印度中国这种地方 你才会把草药去当做什么国粹 这是毒害你的 你一宝没钱了 拿草药冲铁盐而已 就说这些 注意大家在国内的话 你还说人还在国内 注意安全 注意保护好自己 多用进口 少用国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